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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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歡迎大家來到 兔娘的頻道 我是兔兔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聊聊 當媽媽之後 角色差異 一定很容易就是說 你們就已經當媽媽 是有什麼感受嗎 小孩都出來了 而且其實這中間 過程其實是 慢慢一直收集那個感覺 你才發現說 原來我的感受是很不同的 所以我們今天才做了這一集 對 我覺得蠻感傷的 懷孕的當下 我應該就有跟你反應過 我是媽媽了耶 所以這肚子一天天變大 我就有講 我聽到這意思 我那時候還在那邊笑說 啊對啊 因為你要懷孕啊 這個小生命在這裏子裡面 你要當媽媽 理所當然嗎 對 我自己也理所當然 小孩出生之後 我也後製後覺 慢慢感受到你講那句話的意思 我當時的感覺有點像是說 I was taken by the baby 你被這個寶寶佔有了 你想要做什麼裝扮 做什麼樣 那都是你自己決定 可是那時候 我不僅只是覺得說 我的身體的感受被他佔有之外 我不是那時候說他外星人的那個概念嗎 喔 就是你的喜好啊 你的那個都不再是你 連我的外星都被他佔有 因為我肚子就是突出來 大家都知道我懷孕啊 這也是一種佔有的感覺 就是你的視覺上就是被佔有了 你不是原本的你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生完的時候 我又講了一次 我說我是媽媽了耶 那時候我在月中其實有拍了一支片 跟這支片是很類似的東西 可是那時候我沒有剪出來 因為我只是覺得內容不夠多 後來就沒有剪 我那時候感受很深 就覺得好像自己真的身分不一樣 我懂你在說什麼 所以在你懷孕的時候說 我是媽媽耶 我給你的回饋其實是 喔對啊因為很明顯啊 到真的恭喜出生之後 你再說這句話 我真的就覺得 對啊我是媽媽了耶 兩個人就是一直重複這句話 沒有下文 如果在旁人聽起來的話 應該又會像我當初就是這樣 看你懷孕的時候會覺得 對啊小孩都出來了 你們就是媽媽了 這是一個腦袋知道的資訊 而且你跟我說你覺得我身體跟心理已經不同了 但我覺得你現在慢慢恢復正常 我覺得要你放一下正常的意思 就是所謂的常態 你又恢復到你了現在 但是你剛生完的時候 我覺得那一種很怪啊 還是有一些殘留的影響 荷爾蒙沒有那麼快消退 你需要一點時間才可以變回原本的你 但我覺得現在又比較好了 那是剛生完的時候喔 我那時候感覺更深刻 其實我覺得還有一件事啊 那時候我在復原我的身體 包括我肚皮很鬆垂 然後肚子漸漸變小 你會感覺到自己 沒有像以前那麼有魅力 喔 是這個啊 你一直說你的肚子都有紋路 然後很鬆很垮 然後還澎澎的 你就是會覺得說自己沒有魅力啊 而且我記得我整個懷宮洗脂多8公斤 我就會覺得說我沒有胖 那我就會想說我都沒有胖 我應該很容易恢復到原狀吧 就不知其實就是有一些懷孕是不可膩的 例如說像認辰紋啊 肚皮很鬆這件事情 這就是不可膩啊 然後你會看著懷孕前 例如說我們在美國的時候 就覺得說 I was so young 可是你不能這樣說 因為那時候你真的比較年輕啊 可是就是 其實才過一年而已 那個狀態就是差得有點 劇烈 我以前還是個妹子 現在呢 感覺很 就是老妹還是妹 但媽就是媽 過真好 懷孕跟荷爾蒙影響 還有身體的變化都在你那邊 網路上很多人在討論 生了小孩 媽媽都知道要當媽媽了 但爸爸還厚之厚 覺得不知道自己是個爸爸 連個爸爸樣都沒有 網上很多人這樣討論 我覺得我能夠明白那種心情 我知道你懷孕 腦袋知道 我也知道我即將也是一個媽媽了 都知道 但是一直到小孩出生 恭喜大概四個月左右 開始會帶他出去或幹嘛的時候 才發現 我真的帶了一個小孩 我要照顧這個小孩 我不再是我的時候 就真的gay到 噢 媽媽 身體跟上腦袋的認知了 終於 因為你照顧她的時候 其實單純只是你跟恭喜之間的關係 為什麼四個月開始 是因為你開始帶著恭喜跟外界接觸 你就開始感覺 你因為有一個小孩 讓他人對待你不同了 這感覺是很衝擊的吧 有一點 腦袋的認知跟身體的認知中 重疊在一起 噢 噢好慢喔 我才真正的身體跟上這個認知 你這樣講我覺得我跟你有點反過來 我好像比你提早去覺得說 噢我是個媽 我察覺到這刻開始 我就開始一直往回走 就是我會開始逆走 因為每個人的角色很多 你是你自己 你也是他媽媽 試圖讓這一切平衡一點 我不想要讓媽媽太突出 所以我就會開始著重在我自己 我自己的工作 我自己的成就 我開始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好像很心機的 比你早開始做這件事情 這為什麼我生完之後 我開始很努力的想工作 你知道嗎 因為我就找回我自己 大概理解你那種認知到之後 就開始想要讓一切平衡 因為畢竟真的角色太多了 沒有辦法只當恭喜的媽媽 所以我也試圖在中間找一個平衡 我覺得這樣我會比較舒服坦白說 所以你做了什麼事 認真工作 你之前我們以前在辦公室的時候 因為你要加哥哥姐姐們 或者是客戶的Line 假設他叫Benson好了 早了之後就發現 然後某某爸爸 你也不可能知道他小孩是誰 你不可能知道他給你的名片 中文名字跟月明石都不是那個名字 那時候我不能理解 就沒有特別感覺 這就是我要說的身分上的轉變 看事情的角度的轉變 當還沒有生成小孩的時候 你會帶有一個單身女子看這個世界的感覺 但是你生了小孩之後 你看事情的角度都不一樣 而且那很複雜 你又要在乎小孩 你又要在乎你自己 你又要在乎你自己 就是平衡我覺得很重要 這是為什麼我也 除了恭喜媽媽之外 我還想要自己的其他角色 我覺得必須要兼顧的部分 但我也可以理解為什麼很多媽媽 暈假請完之後 迫不及待回歸職場 你說跟我類似的這種感覺嗎 對 我那時候會有一點點短暫的時候陷入一個恐慌 我想說 要是我的世界只剩下恭喜媽媽 我會覺得我自己很沒價值 為什麼會這樣覺得 有些人覺得為母則強 你當個媽媽已經很棒了 你為什麼要覺得自己沒有價值 這沒有價值 跟為母則強的那個邏輯是完全不同面向 純粹就是我必須要有我的價值 我覺得我才有辦法教小孩 我也不想要跟社會脫軌 我也不想要跟不上時代 造成我跟小孩之間的隔閡越來越深 必須要繼續接觸這個外界 我才有辦法教他接觸外界啊 這就像是你工作你才有收入 你可以存錢你可以幹嘛幹嘛 可是如果你一旦沒有工作 你就只剩自己的存款 用完就沒了 你的世界會停留在你最後接觸的那個狀態 可是外面世界絕對不會是你認為的那樣 非常有道理耶 我們持續來聊聊外界對我們的改變 你覺得外界對我們的改變有什麼 那種感覺就是會覺得有種距離感 身為媽媽就是有一種距離感 以前大家就對你沒有距離感嗎 不一樣 大家會想要多認識你或是什麼 講到重點了 你是媽媽大家就不在乎耶 大家就不會想要太認識你 反正你是某某的媽媽 媽媽感覺就是看她對母親的印象是什麼 對母親印象灌在你身上 套路 就不用對你了解了 因為你是誰你怎麼樣 其實不用太了解 因為她是媽媽了耶 你知道在以前我們還是小姐的時候 我要稱之為小姐 我一生完之後 我覺得我現在不是小姐了 我就記得我以前是小姐的時候 有些人假如說在討論菜的時候 就會說 她已經是媽媽了耶 然後大家就直接 關閉討論 你就覺得大家對你不在乎了 這樣感覺很悲傷耶 如果大家一起討論的時候 討論到我就跳過的感覺 你知道討論她的八卦嗎 她是神聖不可褻獨的媽媽了 我怎麼能討論她的八卦呢 既不會討論的好 也不會討論你的壞 既在這個生活圈 又不在這個生活圈的感覺 對 除了身旁的人 讓我們感覺有一些差異 我們連社交軟體上面的數字方面 也有顯著的改變 例如說像我們的Instagram 上面的po文 只要沒有恭喜 顯著數字下滑 有恭喜顯著數字往上 起心厭舊嗎 應該這樣說嗎 觀眾要不要幫我們回答一下 我們現在是兩個被冷落的媽媽們 對好悲傷喔 要嘛就是講一家人 OK三個人都有講的 要嘛只講恭喜好可愛 他們可能會說狼很帥啊 我才是那個裴陽明 講話開始酸丟丟 對啊 恭喜裴陽明怎麼了 以前我都是直播的時候 可能是報告我最近在幹嘛 恭喜呢 恭喜等一下會出現嗎 這一句話是決定 我要不要繼續看下去的關鍵 今天沒有恭喜 數字下滑 沒有恭喜你們兩個 我也看膩了 那我就離開吧 對我沒有想看兩個媽媽 對我沒有想看兩個媽媽 我們現在講這些話 等一下會不會剪輯師通通 一概把它剪掉 我不在乎你們的抱怨 好啦沒有啦 這就是一個當媽的感受 我當然也不會真的跟兒子吃醋 我還是很開心 就是大家這麼喜歡她 純粹是一個感受當媽媽的喜怒哀樂 以及就是冷暖 自己感到驕傲 但是又覺得 欸大家請注意一下我 對對對 總結就是 後知後覺才認知當媽 跟身體跟上 真的是一個媽媽的感覺 我相信很多媽媽也跟我們一樣 很努力的想要 除了某某的媽媽之外 她也是她自己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情 真的很少人討論欸 所以我們才沒有預先 有這個心理準備 會有這件事情發生 我常常覺得好像很多人都很快就 接受 坦然接受 其實講老相也不能怎麼樣 因為決定權其實還是在 每一個人自己的身上 我覺得我能做的就是 當一個與眾不同的媽媽 這已經是我的身分 既然不能改變 我就盡量讓這個身分酷一點這樣 雖然你是個媽媽 但你好像跟我認知的媽媽不一樣 我覺得就很好了 而且以家庭的角度想 其實就是失衡了 然後就是再找回平衡 總結我們的做法其實就是 我們選擇 盡速地重回我們的工作 找回自己 然後也照顧寶寶 我們還沒生他的時候啊 我們想說 恭喜是我們的小附屬品欸 是兔女王的小孩 是不是他生出來之後就 立刻變成 恭喜的媽媽 都對 本來也就是你的兒子 純粹就是 看的角度是哪一個 如果是認識你 他可能會按你兒子咧 如果是認識恭喜的一定就是 恭喜媽媽好 你會覺得 大家都是恭喜的同學的感覺 好啦 那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 生的這個寶寶 然後到現在恭喜六個月 我們好像才 把這整件事情給整理完 希望這支影片可以幫到你 當然每個人選擇 你想要當你孩子全之媽媽 我也非常的尊重 因為每個人本來就不一樣 其實就是自己不要感受到不舒服 我們就是因為感受到有一些 好像哪裡怪怪的 失衡的感受 所以我們才做了調整 好啦 那希望今天影片 對大家有幫助 然後也希望 聰宇其實認識我們的人 記得我們還是永遠那個 父媽媽 對不起 我們還是 一直以來的兔狼 OK 今天影片就到這啦 如果大家有什麼想分享的 也歡迎在下面分享你的故事給我們聽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想說掰掰 就 oppose 不屁非 不開 就不開 不開 不開 不開